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云等五位功勋卓著的大将 分别为前将军 右将军 左将军 后将军和义军将军 这是正史中排名的顺序 而在演绎中排序为官 张 赵 马 皇 也被称为五虎上将 这里只讨论演绎 要论谁的武功最厉害 估计很多人会说关羽 也有很多人会说张飞 当然了 支持赵云的人数也并不少 那么到底谁更强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管支持哪一方 都能够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证明 不过如果要说 从谁斩杀的大将是最厉害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其实就可以分一个胜负出来了 五虎上将中 斩杀敌将最多的应该是赵云 据说赵云一生斩将有四十多人 非常恐怖 不过若说是质量 那赵云就排不了第一了 因为赵云斩杀的大将中 只有高揽是比较厉害的 其他似乎都是些小角色 至于不捡吕布当年之勇的马超 斩杀的大将质量更是一般了 相比于其他人而言 都不怎么出名 张飞号称是唯一一个 和吕布硬刚一百回合不落败之人 他一生中斩杀的最厉害的将领 应该就是袁术手下大将纪灵了 不过相比于关羽黄中斩杀的大将 纪灵则要差上不少了 所以总的看来 五虎上将中斩杀敌将最厉害之人 还是得从关羽和黄中之间来区分胜负 关羽 关羽一生战功无数 武力非常强悍 巅峰时期 就算是徐楚加上徐晃都不是他的对手 当时曹操为了逼降关羽 派夏侯敦引诱关羽出城 然后徐楚和徐晃联手拦截关羽 不让关羽回城 结果他们二人竟然没有挡住关羽 令人大跌眼镜 古城乡会中 张飞因为误以为关羽投降了曹操 曾想一毛刺死关羽 结果关羽就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直接躲过了这一招 可见关羽巅峰时期武力之强悍 连张飞偷袭都杀不了他 似水关前关羽曾创下温九斩滑雄的记录 而在投靠曹操的这段时间 关羽更是创造了斩炎梁诸文丑的超强战绩 令人震惊 白马之战中 袁绍命炎梁领兵作战 两军对垒 炎梁首先出阵挑战 曹操这边先是派出宋县 结果被炎梁三回合斩杀 之后曹操又派出魏絮 被炎梁一回合斩杀 这时曹操已经是脸上挂不住了 脸折两元大将太丢脸了 于是曹操又派出大将徐晃 结果面对炎梁的进攻 徐晃才挡了二十回合就被迫撤回了 着实令人惊叹 徐晃的战斗力在曹营也算是不错了 当年徐楚和他大战五十回合都没能击败他 而这一次炎梁仅用了二十回合就打败徐晃 可见炎梁的战力是远超徐楚的 这也就意味着曹营中没人是炎梁的对手 于是曹营诸将力然纷纷表示不敢出战 而曹操也只能暂时撤退 以避炎梁锋芒 从炎梁的表现来看 他实力超过徐楚 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 基本是很难击败他的 更不要说是斩杀 结果曹操派出关羽后 仅仅一刀 关羽就把炎梁给斩于马下 令众人大惊 谁也没想到 关羽竟然强悍到了这种地步 在此之后 关羽三回合诛杀文丑 更是让曹军众人吃惊 当时徐晃和张辽一起进攻关羽 结果被文丑打得大败 徐晃败退而回 见此情形 关羽直接冲向了文丑 仅仅三刀 文丑就感觉撑不住了 要拨马撤退了 原文 见十余骑马 骑号偏翻 一将当头提飞马而来 乃官云长野 大鹤 贼将修走 与文丑交马 战不三合 文丑心雀 拨马绕合而走 关羽马快 赶上文丑 脑后一刀 将文丑斩下马来 炎梁文丑乃是河北名将 勇冠三军 结果在战场上被关羽轻易斩杀 可见关羽战力之强悍 相反这战 关羽还曾斩杀了西梁猛将庞德 从这三人来看 关羽斩杀的名将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炎梁 文丑 庞德 说出去也是大名鼎鼎 那么为何说关羽斩杀的名将不是最厉害的呢 因为后面的黄忠更恐怖 黄忠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黄忠 那必须得是老当义壮 关羽进攻长沙郡时 曾和黄忠爆发了一场大战 当时的黄忠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 但是战力仍然是非常强悍 和关羽能够大战一百回合不分胜负 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会是多么的强悍 是不是能达到吕布的高度 黄忠年纪大 但战斗起来却是非常猛的 在跟随刘备夺取西川路上 他屡次立功 而在汉中之战时 他还曾于定军山之战中 斩杀了曹魏名将夏侯渊 单从武力上来说 夏侯渊其实只有个一流水平 也就类似于庞德和文丑那种武力吧 比不上炎梁 但是评判一个大将 肯定是不能光从武力上来看的 还要参考其他方面 夏侯渊在曹军中声望非常高 军事能力非常强 马超就曾败在夏侯渊的手上 后来由于夏侯渊表现不错 曹操直接把汉中曹军的指挥权都给了夏侯渊 也就是说 夏侯渊其实可以算是汉中曹军的主帅 地位非常高 远超炎梁文丑和庞德 大家都知道 两军作战 其实斩将夺帅的事情是发生的比较少的 因为大将和主帅都有严密的防护 而且一旦兵败 他们是最快撤离的 但是在定军山之战中 黄中却成功地斩杀了夏侯渊 击杀了曹军主帅 直接逆转了汉中的形势 奠定了刘备获胜的希望 可见黄中此战的胜果是多么大 夏侯渊在曹军中的地位是多么高 从军事能力 军中地位来看 夏侯渊明显比炎梁文丑庞德高一个档次 所以说黄中斩杀的大将才是最厉害的 综合来看 关羽斩杀的炎梁文丑武功虽然厉害 但军事能力 军中地位是要略低于夏侯渊的 所以说黄中斩杀的大将其实比关羽更厉害 至于其他武虎上将 他们斩杀的大将就要水得多了 所以整体来看 刘备的武虎上将斩杀大将最厉害的并非关羽 而是黄中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